关于这个大便的次数 我想教科书上没讲 在我们的网上有各种说法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 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孩子 一般平均次数在三到五次 这个母乳喂养的大便呢 它还有它独特的特点 一般是比较稀 里面往往是颜色呢 是金黄色 里面带一些小颗粒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奶瓣 但是比较小 而且这种次数呢 不是固定不变的 有少数孩子 他会甚至有的达到一天七八次 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如果这个孩子 精神状态好 吃奶食欲好 长得很好 所有都在正常范围 我们可以考虑它是一个 生理性腹血 不需要处理 当然如果说吃牛奶 奶粉的孩子 那么这个大便次数呢 相对于母乳喂养的 就次数少 可以是一天一次 甚至一天可以有几天才一次 比如说两天三天一次 那么这种孩子呢 如果他的表现 所有都在正常 我们也可以考虑它是正常情况 这个奶粉或者牛乳喂养的大便呢 它就会比较干一些 这种奶瓣更多一些 颜色也稍微浅一些 主要是这样的 感谢您的观看